森林系常常在森林裡上課嗎? 幫我!幫我! 什麼? 欸欸欸這個超噁心的欸 這超血 超噁心的 你知道我可以就是視訊我愛心 就是 對 大家都會說你們是不是都學看中 可是是真的 術也必須看 可是也必須中 蛤? 大家好欢迎来到NIO的纯粹不给心批判 我是鲨鱼 那这里是我们的Shut Out Bar 不要再问我们戏在干嘛了好吗 那今天Shut Out Bar邀请到的是嘉怡 哈喽 嘉怡是森林戏的同学对不对 现在是在读森林研究所 对森林研究所 那森林戏也算是台大历史很悠久的一个系组了 但是还是蛮多人都很不了解森林戏 应该是只有六个学校吗 对六个学校 只有六个学校有森林戏 所以今天的话就想要跟嘉怡一起一边喝 然后一边就是聊一聊 就是森林戏到底在干嘛 希望大家可以对森林戏有更多了解 然后不要再误会 就是森林戏就是在种树跟砍树了 那这样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杯 因为这一杯的话呢是可耳必死为基底 可以先喝喝看 好 下下把喝完 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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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就是现在可以先喝一下 然后等下可以讲话之后 快没空 好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到第一题好了 第一题想要问的是森林戏的全名是什么 森林环境记资源可戏 为什么叫透露这个名字 因为它是有结合一些环保啊 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资源 所以是村民感这样 所以不是只有树这样 对还有动植物 还有土地空气 所以动物也会了解 对对对 就整个环境都会 对 就是不是只有森林 因为我们有分那个组 就是有分四个组 然后有森林生物啊 然后森林经营 然后环境跟材料组 所以这都会讲到 所以就刚好叫这个名字 所以森林生物是会比较 了解比较多动物 对对对动物 那材料跟环境那些有什么差别 材料的话就是比较注重木头的产值 或者是木头的那些什么产 所以它经济效应那些 可能是 因为我不是这个组的 所以我不太了解 那你是哪个人 我之前是生物组的 那你是因为比较喜欢动物吗 之前因为觉得生物组感觉比较有趣 就是可以了解植物跟动物 感觉比较有趣 然后后来因为大学的时候 就是研究所我就转 我就变成想要了解 资保 资源保育 就是利用 怎么利用这些产值的东西 对 所以这样会比较接近材料吗 还是比较接近化 不一样不一样 就比较接近 它也是分开 都四个是分开 都是分开 都分开 那别人听到里面森林系的第一个反应 他说 蛤 森林系 你们是要去 当泰山是不是 真的真的 每个人都说 超多 因为就 既定应该感觉 好像是丛林的感觉 他们就讲森林等于丛林 我就是森林不等于丛林 对啊 因为我很漂亮的森林 就是人工的那种 我一定是 很树丛 对啊 不是当泰山那块夸张 我听说只是说 都在种树跟砍树 也有讲 可是我跟他讲比较特别 就是很像 对啊 他们就说 我就傻眼 我就问你到底是要骂我还是什么 是为荡树还是干嘛 爬树之类的吧 爬树 爬树也很强 那所以你会爬树吗 小时候会爬树 这个会有学要爬树 你都可能为了摘树 对对对 或者是有些要去上面 对啊 但是就是绝对不是都在罚树 对不是都在罚树 那自己用一句话形容森林戏 森林戏 嗯 很 太乖 他 怎么办 就是一个自己的感想 我觉得有趣中带着 很深奥的问题 真的 嗯 就是别人看你觉得很简单 你自己去体会之后 根本就是很难 哦 那什么 怎么说 嗯 对啊 就是别人看很简单 然后实际上 对 感觉你们都在玩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都在玩的印象是因为 就是有 交游啊 对不对 去池地 考察那种感觉 可是考察都是很辛苦的 就是你要背那个 很多的那个背包 然后上去 然后有些人是会待一天的那种 你就要在山上唤醒啊 或者什么 就是去采集一些蕨类 或者是一些看一些鸟 你观察鸟 我之前去观察过鸟 你是要待在一个地方 静止不动 然后就 看一看 然后你不能有任何声音 因为鸟会受到惊喜 所以你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 好几个小时 就在为了看鸟 对 也有那种望远镜啊 可是你还是要一直待在那里 对 你们之前是看什么鸟 之前是去河滨 海边那边看海鸟 哦 对 就是一直是用那种长长的 望远镜 对有那种长的 然后又有一般的望远镜 因为现在望远镜都做得蛮好的 所以就可以小的 就可以看到很多 很远 嗯 嗯 但重点是因为要等很久 对 耐心要很高 嗯 要不然就是受不了了 就走了 然后结果鸟才来了 对 鸟才来了 因为鸟你不能控制说 你什么时候要来 对啊 所以 不能开月时间 对啊 所以你赶快来好不好 我会再等很久了 嗯 那最适合念森林戏的特质是怎么样 我觉得你要真的喜欢大自然 就是你喜欢去互玩 因为森林戏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 就只是坐在课桌前 因为你真的要去看 因为我们有一些棵都是需要去 比如说认那个植物 你要去当场看到那个植物长什么样子 你才认得出来 或者看它的叶片之类 对啊 就不能只看照片 对看照片 就是你每年的照片 因为你不可能这一棵树每次都长这样啊 对啊 就是要能够熟悉它就是各种时候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 都是要很实际接触 嗯实际接触 所以喜欢大自然是最重要的 嗯 那怎样的人绝对不要念 绝对不要念 嗯 就如果有人说想要念 可是你 你看到它有怎样的特质 你就会跟它说 不要来不要来 我觉得 记忆力不好或者是 嗯 记忆力不好 不然就是没有耐心去学的人 就真的不要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专门的学科 就是你真的要去认那些特定的植物的学名 你是要背拉丁文 嗯 那个英文也要背 就是你要去认这棵 或者是你要去认 这一个 什么昆虫啊 比如说 嗯 壁虎啊 壁虎可能就分很多种壁虎 或者是它的蜥蜴就分很多不同的 什么肠尾真灵蜥那种不同的 所以 嗯 你要 有兴趣 没有兴趣我觉得你完全不用想 没有兴趣完全不用想 对对对 是会完全受不了是不是 对啊 可能怕小动有些人就 啊 虫子什么就很怕 怕虫的 怕虫的不行 嗯 因为你去森林里面 一定会有虫 嗯 那有实际有这样的同学在系上吗 还是 没有欸 完全没有 大家都有做好心理准备在 对啊 应该都是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想说会不会有人就是 吓到然后就休息之类 不会吧 因为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你就不会记得 哦 你就这么问 对啊 你就不会一直想象着会有虫的东西 所以进去之后反而还好 对 进去你就会放手 那你觉得外人对生理性最大的无解是什么 就他们觉得说 就是一直学砍树或种树吧 你刚刚讲的 所以砍树跟种树这个无解是真的有 就是对 大家都说你们是不是都学砍树 可是是真的 树也必须砍 可是也必须种 可是你要怎么选择要砍的那个树 因为有说太密的树 你也不能一直 因为这样它会压迫到别人的地方生长 所以有时候也需要砍 对啊 所以其实这有很多学问 对对对对 就是不是只是说 哦 砍树重树 在游戏里面 对 不是,真的很困難 那你有實際砍過樹嗎? 有有有,電鋸 喔好酷喔 真的,我拿就很重 而且他這樣ㄍㄧㄥ 我想要分享一個 就是有一次我們去實習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助教 他就想要跟我們說 要怎麼砍,教我們 結果他就砍這邊,然後又砍這邊 結果他倒下來的時候 因為樹很重 他就倒下來,然後反彈 就是下面反彈 就打到他自己胸口 然後就直接送醫院 真的,誰要我就說真的 他就,我那時候就嚇死了 好可怕 他就跟我們說 你們真的要後退 因為他那時候也沒有想過他會反彈 因為他壓到那個肢條就砍 然後就反彈 就是根部的地方敲 好像是,不是根部 他就切到肚子的部分 然後就彈起來 然後就打到這邊 然後就有點重傷 那樹大概是多大的一顆 很粗 就是很粗 這是我第一次喝紅茶口味的酒 真的喔 我覺得他融合得很好耶 很好喝,蠻大的 那第二季段 第一個問題想問 氣上的氣氛是哪一種? 很 和樂融融 就是我們是 人蠻少的嗎? 沒有耶,我們大概七八十個 喔 不會想像多耶 很多人 我們色的很大 而且我們那一屆是七八十個 可是後來也有些種 可是後來有幾屆都 有些九十個 就是還蠻多的 我們算是一個 中型偏大的 對阿 算是比我想像很多人 嗯 而且大家都是那種很好的 就是大家都會玩在一起的那一種 嗯 是不是喜歡就是 對身體系有興趣的人都比較友善? 我覺得有耶 我覺得大家都不會那種 勾巾鬥一下 因為我聽說 我是聽別的戲 就是都會說 嗯,比如說管院的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 比較精明的感覺的戲 就會比較有一些小圈圈的團體 嗯 比較會吵架吧 我不知道,我是聽別人說 可是我們戲好像比較少有這種事情發生 大家都很 都可以 哥們的感覺 對 自然愛好者都比較友善 可能喔 我不知道 那如果給戲上教授的平均 就是總共平均打一個分數的話 你會給幾分? 如果滿分是十分的話 嗯,滿分是十分 應該有八、九分 哦,這麼高啊 你是目前為止在打最高分 真的嗎? 因為我們教授也是跟我們很好 像馬吉人那種 真的喔? 嗯,就比如說我們有時候是去實習 老師會跟我們一起玩樂 就是實習結束一定會有一些休息的時間 比如說有一次我記得老師就給我們烤乳足 全餐 他就訂了一個烤乳足 我們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們去上餐很久 真的很累 每天都在穿著雨鞋 然後去拔傘、涉水 真的很累 然後老師就說 好,我們今天真的是給你一個烤肉 就是全豬 真的是豬 真的是豬 然後就是在那邊轉 然後我們就是開Party 然後老爸就很開心很瘋這樣 好好玩的感覺喔 嗯,就是有辛苦又累 就是老師很體諒我們 哦,好屌喔 真的 但是大家圍在那邊就是 對對對,圍在那邊 然後就一起玩遊戲 玩一些什麼喝酒 玩遊戲 對啊 這很像螢火的感覺嗎 對對對 因為有人在烤 對 那怎麼吃啊 他會有專門人啊 他就是有人 會把你送過來 然後會幫你切 然後送一盤 嗯 哦,那也不用自己動手 對對對,不用自己動手 哦,那很方便欸 對,很好玩 是不是因為教授就是會跟你們一起出去 所以才會比較 對,就會變得很熟 很熟 嗯,很熟 是真的很熟是不是 大家都跟 大家都真的很熟 因為我有去修過別的堂課老師 他們就是穿的比較西裝 然後打領帶那一種 就是比較正式一點 可是我們西藏教授我覺得是那種 我偷偷研究過 他們感覺就是那種隨時都要上山的那種 就是比較穿那種 隨時都要上山 也是那種什麼軍褲那種感覺 卡其色 卡其色 然後有時候是穿那種什麼塑膝鞋 或者說塑膝的那種涼鞋 就是感覺隨時都可以去爬山 對 就是現在就出發了 對,隨時都可以出發 欸,來走我們一起去 他就是聚了,對 他好厲害哦 嗯 那你有最喜歡的課嗎? 系上最喜歡的課 最喜歡的課哦 嗯 我蠻喜歡臨場實習的 雖然它是實習課 可是臨場實習就是很累 可是會譬如說去溪頭啊 去很多地方 然後去那個地方 然後 譬如說做一些實習 就是跟大家一起 那堂課是我們大家都一定要去修的 所以會跟 當屆的朋友就會很熟 然後就會一起去 感覺是很常有畢業旅行的感覺 對對對 畢業旅行的感覺 可是很累 就是晚上我們還要 坐在那個餐桌前 就是每個會有餐桌 我們還要把一堆樹 就從上面這樣 就是樹葉這樣 整理 整理好 然後每天都在論 因為明天就要考跑台 嗯 然後就要開始 在那邊就考 對那裡會考一次 然後回去 樹木學又會考一次 就會考很多次 那為什麼最喜歡那一堂課 因為大家的感覺 你知道嗎 大家一起玩 就會覺得自己不孤的 而且這個是什麼 就可以一起互相討論 那實習都是出去外面的嗎 對 實習都是出去外面 但只有這個是全部人比手 其他都是選的 其他有些主 可是主客就比較不好玩 真的嗎 對啊 主客你就是要真的要背那些一堆東西 就是很無聊 所以這個還算比較 就是 嗯 對 因為大家生活在一個地方 你們就覺得 哇好好玩喔 感覺 對 露營的感覺 那你們是住在 是住在房子嗎 應該沒有露營吧 對沒有露營 就是我說那個感覺 就是想 嚇到想說 對 沒有露營 沒有露營 那一開始為什麼會想要念森林系 因為 爸爸以前就是讀森林系 所以就從小我就知道有森林系這個東西 然後 因為我爸也是跟大學朋友很好 所以他們每一次每年都會有什麼 大學的畢業旅行啊 真的假的現在喔 就是好朋友的畢業旅行 那種 不算畢業旅行 就是小團體的旅行 然後我 對 然後每次我們都會去 然後我就哇 森林系怎麼這麼好玩 還會跟朋友 我想說怎麼會認識這麼久 而且感情很好耶 對感情很好 其他根本都不會 我這個人本來是不吃早餐 可是去那裡一定要吃 因為如果你不吃 你一整天就虛脫了 真的假的 這主要最累點是走很遠 走很遠 而且我們每天都有不同課 譬如說你今天要學假接 假接就是把不同的樹跟不同樹 借在一起 或者是同一種屏東把它借在一起 可是會失敗 所以那個失敗就有成績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有一次假接兩種不同的樹種 然後看會不會成功 然後我的 我一定要講這個詞 我想說兩顆樹 我有一顆沒有記好 我老師看不下來 他說 欸我幫你接這個真的怎麼樣 然後就幫我接 然後結果我兩顆 只有一顆火 我就想說一定是老師幫我接那顆火 不然我就沒有分數了 你是因為兩顆都死掉就沒有 對兩顆就死掉就沒有分數 是對 因為你不會馬上知道他 對要等三個月後 就知道這個分數 就有這個分數 那種英國的感覺就是 是三個月前揍了一個 對 揍了一個念頭 三個月後之後 樹有長出來 對那個真的很難 假接真的很難 我覺得蠻噁心的 這是 蔬菜汁 對 是我們就是會在那個 眾多飲料當中 買下一個 買下一個 荒褲的東西 對 對 喔這個 該是這種鹹鹹的感 鹹鹹的感 你本來有喝過出來 你本來有喝過出來 有 可是我覺得我喝的跟這個 會比較不太一樣 是正常嗎 第三個單元就是我們圈叉單元 好 那接下來我就會 這個單元應該比較快 就是我應該就問一下問題 然後你就會 你就直接跟我說 確認或查 然後如果你有想要解釋的話 可以 可以再解釋這樣子 好 那第一個問題 森林系常常在森林裡上課嗎 查 森林系的人都很喜歡樹 查 應該不一定 不一定是喜歡樹 因為有些人喜歡動物 比較多 那喜歡動物也會念森林系 會 就動植物保育的那些也會念森林系 那你知道動科系是幹嘛嗎 我不知道欸 所以他們不是也是研究動物 對 可是 我不太... 還是因為森林系很注重保育的部分 對 動植物 有些野生動物的保育也比較喜歡 所以不一定是專注於樹 所以如果你可能想要 想要保育動物的話 也會來森林系 對對對 那森林系的人都很關注自然生態 應該有吧 應該有 森林系的流動率高嗎 轉進轉出的人 高 我覺得蠻高的 也會有人轉進 也會蠻有人轉進來 對 也會轉進來 那 森林系一個班的人很少 這前面剛好已經透露了 很很多 森林系最多人畢業是擔任公職 不一定 不一定 那其他人有做什麼相關的 有些會去譬如說 一些顧問 那些譬如說綠色的能源顧問 那些也有可能去 喔 現在好像很多那種系列都會有 對對對 那種蠻多人 會想 會想去做這個 那森林系的刻骨片 比其他系有趣嗎 我不太確定 這個保留 因為我不太確定其他的是怎麼樣 那你自己覺得有趣嗎 我本來是 好吃 好像可以可以可以 好吃 可以可以 那進去森林系有符合你的期待嗎 有 有 你本來就知道很多關於森林系的事 對應該是 就是想像這樣 那有時候會懷疑自己為什麼要讀森林系嗎 沒有欸 因為我以前就想要讀森林系 因為我以前就想要讀森林系 會 應該就是會 嗯 只是不確定要做什麼 但是還是會在這個相關的領域 對 嗯 好 那這個當然就到這邊 超短 不行 這個我真的不行 好那進入到第四階段 第四 第四杯這個階段呢 就是我們 要 我會就是查一些Google上面 關於森林系的東西 嗯 來問你 那我其實查 就是送了查的時候呢 就是看到有人就是分享森林系的面試 嗯 然後就是他面試我覺得蠻有趣 是他問就是會說什麼 喔那你怎麼不去 就是好像是那個學生回答說 他是想要做環境保育的感覺 嗯 然後結果教授就問他說 那你可以去很賺錢的系 然後賺很多錢之後就可以開一個 開一個這個 哪個教授說的都直接啊 真的是的 上面就是這樣 他說你可以就是很有錢之後 開一個那個機構 不是就更 喔 應該更有 因為其實更有 應該其實更有效 因為如果你自己一個人的話 嗯 然後可是你或是你變有錢之後 你直接投資一個 嗯 整個協會的話 你就直接 好像蠻有道理的 誰講啊 我覺得很困難欸 就是這樣的話 應該很難回答吧 嗯 因為我覺得我們系上的教授都蠻 就是面試的時候都會問比較 比如說你從你被神裡面看到的訊息 嗯 比如說他那個就是問我說 啊那你那個 因為你很喜歡看鳥 嗯 雖然我超怕鳥 可是就是當時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為什麼最近 就人的階段不一樣 我當時真的很喜歡鳥 看鳥 然後就比較會認鳥 之類以前 然後呢 他就問我說 那你可以介紹一下台灣森林 就是那個不同的海拔 各個鳥類是什麼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講 然後我講 就是他會分析你每個人的特質 然後去問你 所以剛好那個人剛好是喜歡環保這種 所以他就 對啊 所以他自己挖洞 自己給自己跳 對不對 這也太難了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他算是蠻活潑的 就是問 就是問的問題都很針對你 就是個人想要幹嘛 嗯 但是我覺得他好像也會 也算會在意就是說 你是不是想要來 就是你是不是有 就是那種想要以賺錢為目標 那種感覺 就是好像他問那個人的問題裡面 他就有說 就是說 那你為什麼不想要去其他 跟賺錢的戲 還是因為那個人 就是講得好像自己很想賺錢 所以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 不太會講到太多賺錢 也是會賺 就是比較 經濟之寶那一類比較會賺錢 但可能是他就是很認真說 他就是希望這個地球變更好之類的 所以老師就覺得說 其實他這樣 是更有機會 對啊 你這樣講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對 我覺得好困難 對 這樣子 我覺得這其實可以看出 就是一個戲的教授 他的 嗯 嗯 高興 對 就是有時候會跟你有時候可能跟你開玩笑 或者是對 我們教授超喜歡開玩笑 誰要開玩笑 就是 就是上課的時候嗎 對也會開玩笑 就是把你當 不會像很上對 他就說 你一定要怎麼做 然後就是比較不會這樣子 那還蠻好的 感覺就是像你前面講說 喔 你可以跟教授都是那種 對 很有的 比較輕鬆的互動 對 對 有一些數字 你們會就是搖搖他們的顏色 對 因為要測試那個味道 到底是不是這顆數 認數有些是味道 有些是顏色跟香味 可是你跑台的時候可以拿起來吃嗎 可以拔一點點然後搓一搓 所以你看到有些被搓過了 就知道大家說 喔這個特徵應該是有味道的 喔 就是看到有搓過的 喔 這考試 這考試的時候 因為前面的人有搓 所以 應該是有味道 對應該是有味道 你就會想要說 因為你不可能沒看完 所以 通常會搓的 就是這顆 特徵沒有那麼明顯 你就會想說 那會不會是味道的部分有特徵 那我們就會把一點點起來 然後搓搓看 就是到最後的人自己裡面搓過 不能搓那麼多 就只能把一點點這樣搓 對 但是可以提示 就是因為可能需要靠特徵 靠味道的特徵 可是味道的特徵還是很多個 都有味道的特徵 所以你還是要去分那個味道是什麼 還是要聞從味道 所以各方面都要很銘銳 就是你眼睛要看清楚 然後還要聞 鼻子要聞 嘴巴要吃 那你以為我會吃一些果實嗎 去外面的時候 果實 我朋友會吃欸 就是看到有些事 可以吃 是可以吃的 可以走就可以 可是我不會吃 因為我怕有毒 可是你不是都會辨認的嗎 可是我不喜歡 就是怕有農藥 因為有些是自己的果物園 或者是一些 對啊 就是不要亂吃好了 對啊 你們還是不要亂吃 我還是覺得不要亂吃 就是我們去實習的時候是在森裡面 然後是沒有廁所 所以大家就是可能會就地鐵方 在草叢邊 然後我記得有一個朋友 就是想上廁所 然後叫我不要過去 然後我就幫他把蜂養 然後把蜂養完之後 他就可能上大號 然後用葉子把它蓋住之後 然後我就想說你怎麼這麼久 因為我們就在那邊實習要做別的事 我就說你怎麼這麼快一點 然後他說我在上大號 有點不舒服 然後他說好 然後結果他就說 我就說你等一下 不要用葉子把它蓋好 因為有衛生紙也不要亂丟 對啊 要自己帶回去 對 然後結果後來好像有人 就是不知道那裡有那一桌東西 然後結果我經過 好像結果我被人踩到 然後 然後 我們都不敢說 是我們這樣 是圓的人打了 就好像講到本來就在那邊講 可是這是習以為常的事情 所以他也覺得OK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 這是不可避免的 但他會就是躲到一些 不要看不到 對是比較樹裡面一點 會拿雨傘嗎 樹裡面就很多草叢 所以就不用了 應該是不太看到 對對對 所以應該是其實 他就直接走過去 就別人就直接走過去 對 絕對 你怎麼知道那是剛剛 我不確定有沒有踩到 我就說 欸你們要怎麼 他就已經走過去 然後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講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可能 走過去之後 被那個草叢可能磨光了 也有可能 對 我覺得這件是 其實也不會很當 因為他就是 又從旁邊其他 對對對 就是草叢走 走一走就沒了 現在是感覺 對對對 而且他很有趣 好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喜歡我的話 可以到Instagram 追蹤我的IG這樣子 那就期待下次可以跟大家相見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